接著講講加減運算 混在一起 Mixed operation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這題是432加164-348 計算的方法最簡單 由左邊計到右邊 首先計算這個 我們可以做直式 先計算這個 這是一個儲稿 432加164 計算這個 2加4就是6 4、4、5、6就是6 6加3就是9 即是7、8、9 4加1就是4 5 所以就是596 這樣計算是596 再減2、348 這個寫下來 這個是計算出來的 我們可以直接計算 減3、8、4、8 大家會發現 各個位對方各個位 十位對方十位 八位對方八位 你會覺得各個位 6是不夠減8的 所以要借 所以要借 這個就變成16 這個就變成8 16減8 就會變成8 因為9借給它 我們借就叫borrow 8 8減8 8減4 就只有4 5減3 就是2 所以這個得到 就是248 這就是我們的 最後答案 你會看到 我們從左邊到右邊 如果加減混合的時候 如果另外一題 我們從左邊到右邊 可能會先做減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例題 我們先做減 題目就是這樣 621減399 再加121 好了 那怎樣做呢 我們無零劍 在這些運算的時候 就會由左邊做到右邊 所以我們先計算這個 那我們是直吃 621減399 就看到 我們對齊了個位 十位和八位 首先呢 1是不夠減的 所以我們要借 這個變1 這個就是11 11減9 就是2 因為 9 就是11 這個1 是不夠減的 我們再借 這個變5 這個變11 這個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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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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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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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3413 我们射到这边 343就是我们的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 混合计算都是很简单 左边到右边 列回直式 直式就行 这是column method 一对一 个位对个位 十位对十位 八位对八位 都是once对 once tenth对 tens hundred对 hundreds 这就没问题了